分享天主圣言 尝今生命之泉 下面为大家分享 寡妇的小钱 请大家聆听 《长年期》第三十四周星期一福音 公读圣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四节 那时候 耶稣看见有钱的人 把现意投进奉献箱里 他又看见一个穷寡妇 投入了两文钱 就说 我实话告诉你们 这个穷寡妇所偷的比众人偷的都多 因为众人都是把多余的投进去 作为现意 而这个寡妇自己很穷 却把全部的生活费都投进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众内的兄弟姐妹 在圣殿里面呢 外面放着一些鲜意箱 为的是让人们自由的去奉献 人们可以自由的往里面去投钱的 那么富有的有钱的人 当然往里面投了很多 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穷寡妇 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 就好像现在的两毛钱一样 两个硬币 可是呢 一收缺给他的弟子们说 这个寡妇投的比众人都多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投的是多余的 而这个寡妇呢 他却把全部的生活费都投进去了 这是从一个人所拥有的当中 这个比例占多少 来看的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只看一个人投的量 就是我们对一个人做事呢 只看外在的来看量 而耶稣则看整体 这就是耶稣看事 和我们看事不同的一个区别 耶稣说这个寡妇投的多 因为他投入的是全部的生活费 而其他人则是多余的 这就说明 其他的人和这个寡妇不同的地方 不单单是一个是多余的 一个是全部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的心 如果说那些富有的人 也把全部生活费都投进去 可能很难很难 而这个寡妇 却可以把他 所有的都投进去 这就说明他的心 是对天主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栏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文川地震的时候 很多人在捐献嘛 捐献我们看到 有几个沿街七桃的 而且这个腿脚也不太方便 弄那个小 轴承坐的那个小板车 自己用两只手趴着去 把自己别人给他的那些零钱 也偷到了这个捐献箱里面 为这个文川地震来捐献 我们也看到一些大公司 拿着一个巨大的一个支票的样子 写着我捐多少几百万几千万 很多人可能也注意到了 捐多少万的人 捐几千万还是上亿的人 也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些穷人 其实这些穷人 如果是从量上来讲 捐的真不如那些大公司 但是从捐献的精神 从内心来说 还是这些穷人捐的多 这也就是说 人看外表 天主看心 我们做事 天主是看我们的内心 郑罗在圣经上也说过 你捐献的时候 不要勉强 想捐多少就捐多少 勉强的话 在天主那里也是没有功劳的 只要我们愿意 想捐多少捐多少 心甘情愿的 这样在天主那里才有功劳 耶稣也多次告诉我们要 积才于天 那么我们怎么样积才于天呢 那就是帮助教会 这个我们教会法典也没有人规定 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教四规 第四条 四当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 那教会的经费是做什么用的呢 有四种 就是说这个经费拿来 有四个目的 第一个是为恭敬天主而用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教堂 它本身是需要花费的 我们看到我们盖一个教堂 花多少钱 上百万上千万的都有 我们盖了教堂就结束了吗 不是的 这里面还要用水用电 我们还要招待 神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 还有其他的一些想不到的开支 包括圣堂里面所用的各种 姓敏等等 除了这些开支之外 这是第一个为恭敬天主 而用的 也包括圣堂的这个修缮 坏了以后的维修 等等吧 这些其实它是一个整体 第一个是为恭敬天主 那么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神职人员 以及其他支援的生活费用 耶稣也说过 服务祭台的 要靠祭台生活 除了这些人的生活费用 那么第三个目的 就是传教 那么最后第四个目的 就是慈善 我们教会的这个经费 是坐着四大象 坐四大象 也曾经有一个教友 给我打电话说的 嘿 你们神父还花钱吗 当时把我说的一愣 我挺奇怪 难道神父都是神仙吗 不吃不喝不花 我们出门的时候 腾空架的云就走了 绝对不是那样 神父也要吃饭 也要穿衣 出门呢 坐车也得买票 也要花钱 现在神父们也都有车 有车的话要买油 车也要保养 现在都用手机 手机还要掏电话费 虽然说有些人帮助神父 买点吃的用的衣服等等 但不等于说神父不花钱 神父也要花钱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源 在国外啊 这个每个堂区或者是教区 都有办公机构 这些办公人员 他们也要生活的 也要按照国家的这个工资方面来 领受工资的 所以说我们教会的这个经费 是有四个目的 第一位恭敬天主 第二位圣职人员和其他资源的生活费用 第三传教 第四慈善 我们教会过去呢 就是靠着慈善来传教 来让人烈是天主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责任 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 我们帮助圣教会的经费 也就是积财与天 我们看到这个穷寡妇 虽然捐了两个小钱 但是她全心全意的捐出来的 所以得到了耶稣的称赞 在天主那里 她捐的数额远远超过那些富有的人 同样我们捐献的时候 只要是随心的 甘心情愿的去帮助教会 帮助教会的经费 那么我们在天主那里 也是得到 也可以得到耶稣称赞的